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解这个超级定结构的一种基本方法 那么从理论上来讲 如果你要是掌握了立法 那么所有的超级定的感见结构呢 我们都是可以进行求解的 但在有些情况下呢 我们用立法算起来并不是很方便 大家看一下 这样一个结构 那么这个结构如果要用立法算的话 会是多少个位置量呢 大家看一下 如果我们按这个分泌框来计算的话 那么一共是三个分泌框 每个分泌框呢是三次超级定 那么那是三个分泌框呢 一共是九次超级定 立法解的话 立法的基本体系 需要把去掉呢 这个三个固定端之座 是九个位置量 那么算起来的时候呢 是比较麻烦的 也就是说 你用立法算 在计算过程当中 那么要解一个 九元一次的线性方程组 那么同样是这个结构 如果我们换成位移法的话 那么基本位置量呢 就是只有一个 位移法算 位置量呢只有一个 这个位移法的基本位置量呢 是这个节点的转角 下面呢我们就来介绍 位移法这种方法 位移法解题的时候 那么需要呢 事先呢记住一些 这个数值 那么也就是后下面 我们要说到的这个 形长数和载长数 在位移法解题的时候呢 需要记住这些量 就是形长数和载长数 什么是形长数 我们把单跨穿进定量 单跨穿进定量 这个感端位移引起来的 感端内力 叫做呢 这个形长数 单跨穿进定量 与感端位移引起来的 感端内力 称为形长数 比如 这样一个两端固定的 一个单跨量 两端固定的单跨量 量长呢是L 这个扛完钢弄的是EI 那么在这个左端 这个固定端之座 发生一个向下的 单位位移的情况下 那么这结构里边的 那个弯距呢 这个内力 可以用这个立法呢 来计算 那么立法计算的结果呢 就是 左端的弯距值 是L分之6I 右边的弯距值 也是L分之6I 简粒值呢 是L方分之12I 其中的I 是卡万钢度EI 除以感章L 叫限钢度 那么限钢度呢 实际上也是一个 方便我们记忆的 这样引读的 这样一个量 左端 上面收拉 L分之6I 右边 下面收拉 L分之6I 那么这四个数呢 实际上你记住一个就成 记住一个就可以了 一端发生一个单位限位移 那么两端的弯距值 都是L分之6I 根据变形情况呢 我们可以分析出来 这个弯距图呢 画在哪一侧 当然应该画在数拉侧 根据弯距图的斜率 我们可以求出呢 这个简粒 这个斜线的斜率应该是 L分之6I 再加L分之6I L分之12I 除以杆长 除以L 所以简粒呢 应该是L分之12I 那么这些值呢 是需要记住的 如果是两端固定梁 一端 发生一个单位转角 就固定端制作 发生一个单位转角 那么呢 在这个转动端 感动弯距是4I 另外一端呢 是2I 简粒是L分之6I 这是 这两个是呢 就是两端固定梁 杆端发生单位移 一个呢 是发生单位线位移 一个呢 发生单位转角 那么 引起的 这个杆端玩具 和杆端简粒 是形长数 对一端固定 一端角枝的 我们也同样的 可以用立法 把这个固定端 发生单位转角的时候的 内力求出来 这求的结果呢 就是转动端3I 简粒呢 是L分之3I 一端固定 一端角枝 角枝端呢 发生单位线位移 那么 引起的弯机图呢 是这个 在固定端处呢 是L分之3I 简粒呢 是L分之3I 这是两 这是一端固定 一端角枝的 这个形长数 那么 当然 如果在 从记忆角度来说呢 我们当然就是 由这个 由这个 当然也可以推出来 这边 这一端固定 一端角枝的 就是由 两端固定的 一端发生 线位移的这种情况 可以推出来 一端固定 一端角枝 角枝端发生 单位线位移的情况 这是我们可以 推出来的 利用对称性 大家可以想一想 如果是两端固定梁 跨长 如果是2L 那么一端 向下发生一个 位移 另一端 向上发生一个 位移 那么 这种情况呢 正好是 它的这个半结构 那么内力呢 当然就是 和一侧的内力 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同样道理 如果这个梁是 跨长是2L 那么 如果这边一端 发生 转角1 顺顺顺转 如果这边呢 发生一个 顺顺顺的 单位转角 那么由 现在这个 形长数 我们也可以求出来呢 就是 跨长是2L的 两端都发生 顺顺顺顺 单位转角的时候 的弯具图 而它呢 正好是它的半结构 就是 利用 这个结果 利用对阵性 可以得到这个结果 利用这个结果 利用对阵性 可以得到这个结果 这是 两端固定梁 和一端固定 减之 一端固定 一端减之梁的 这个形长数 那么 还有 一端固定 一端滑动 那么固定端 发生单位转角的时候呢 弯具图 是 如图所示 这个弯具 弯具呢 是一个常数 出去存弯具状态 简历是0 弯具值呢 是I 一端固定又滑动 如果固定端 发生单位位移 这很明显 可以看出 那么它是一个钢体屏动 感见呢 没有 没有弯具变形 这个里边呢 是没有弯具图的 也没有简历 那么前面呢 就是 我们所要说的 这个 形长数 那么这些值呢 是需要记住的 当然一开始 你可能记不住 需要查数上那个表 那么做了几个题以后呢 自然就记住了 载长数 我们把单化 超级能量 在这个外力作用下 引起的 感断内力 叫做载长数 单化 超级能量 在外力作用下 引起来的 外部作用 引起的 那外部作用 当然也可以是利 也可以是 其他的外部因素 我们下面只是说 这个核载 核载引起的感断内力 成为载长数 我们在解题过程当中 常见的 两端固定梁 中间一个集中力作用 我们可以用力法 这个在前面 讲力法的时候呢 我们通过例题啊 已经讲过 它的计算了 那么求出来了 这个两端的弯距 两端的弯距值呢 是八分之一 IOPL 简历呢 当然就是这个力的 一边一半了 二分之一 IOP 满跨均步核载 满跨均步核载 那么两边的弯距值呢 是十二分之一 开了平方 那么 感断的弯距简历 就是呢 载长数 一端固定 一端角质的 跨中间 作用一个集中力的时候 那么 固定端处的弯距值呢 是十六分之三 FPL 两端的简历 右端呢 是十六分之五 LPL 左端呢 是十六分之十一 那么这三个数呢 不太好记 不像前面 这个八分之一 十二分之一 这么好记 因为这个简历呢 是二分之一 这是很容易的 这个记起来 比较麻烦 你可以记住一个数 比如我记住了这个 十六分之五 那么这个呢 就可以利用平方程来算 那么 感断弯距 这个简面的弯距值 应该等于 十六分之五 乘以L 十六分之五 LP 乘以L 减减LP 乘以二分之L 二分之一 那就是十六分之八 十六分之八 减掉十六分之三 十六分之五 得到十六分之三 再由数量同有方程 可以算出来这个 是十六分之一 这三个值 只需要记住一个就可以 当然全记住就更好了 一段固定一段角质 单跨梁 满跨均步作用 均步力作用 那么固定端处的弯距值呢 是八分之一 这个右端的角质做出的 简历值呢 是八分之三 QL 另外一端呢 是八分之五 和刚才一样的 这三个值 你只需要记住一个 你比如我们还是 记住了这个 记住了这个 那么由平衡条件 我们可以算出来 这个八分之一 均步力对这点的据 合力呢 是QL 力弊呢 是二分之L 应该是八分之四 QL平方 这是八分之三 力弊是L 八分之三 QL平方 八分之四 减八分之三 就是八分之一 就是这三个值 记住一个 至少记住一个 最好呢 当然这是全记住了 一端固定 一端是滑动制作的 这个梁 在滑动制作处 有集中力作用 两边的弯矩值 都是二分之一 IoP 简历呢 是由列数量退用方程 数量平衡决定的 IoP 这个也是IoP 满跨均步力作用 那么这个弯矩值呢 这是三分之一 这个是六分之一 当然它们之间呢 也是有关系的 那么比如这个 我们当然可以利用这个来算 如果两端固定量 赶长如果是2L 我们也可以通过 我们记住的这个 只要把L改成2L 就可以算出来呢 两端的弯矩值 赶长是2L的时候的 它是对称结构了 对称核载作用下的半结构 实际上就是它 就是两端固定量的 赶长如果是2L的话 它的半结构 就是它 那么弯矩图呢 当然是 它的左半部分 应该和它的弯矩图呢 应该相等 就是你记住了这个 我们可以用利用对称性 来推算出来这个 那么当然 你这个的话 也可以通过它来算 如果这个赶长是2L 那么它呢 就是它的 当核载是2倍的LOP的时候 的那个半结构 赶长是2L 核载是2倍的LOP 我们由刚才 已经记住的这个值 可以算出来弯矩值 那么这时呢 它的左半部分的弯矩图 和它呢是一样的 那么现在 这些呢是载长数 那形长数和载长数呢 是需要背下来的 在后面的考试当中啊 或者是以后的考试里边 这个呢都是不会给出的 下面在形长数和载长数的基础上 我们来介绍 这个威仪法 威仪法的基本思路呢 和这个立法基本上是一样的 就是 我们首先呢先构造一个 我们会求解的结构 那么当然了 你这些是对原结构进行改造了 和原结构就不一样了 然后找出来 你构造出来这个结构 和原结构的差别 然后消除差别 就利用呢 可以能会算的这样一个结构 就算出来了 不能算的这个体系了 我们同一个简单的例子 来介绍一下 这威仪法的基本思想 大家看这个 这样一个超新定的结构 现在呢 我们要做它的弯具图 当然这个用立法做起来 并不困难 用立法算的是一次超新定 下面我们仅仅是用它 来说一下这个威仪法的思想 在外力作用下 那么这个结构呢 有变形 柱端呢 有威仪 水平杆的刚度EA 是无穷大 就是说 这个水平杆是不计轴向变形的 不能发生轴向变形的 钢体 那么在EA是无穷大的前提下 那么D点和B点的水平位移呢 就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位移呢 我们用德的E来表示 外力作用 引起结构发生变形 这个柱端有水平位移 德的E 假如 我们用某种方法 算出了德的E 假如说呢 德的E是已知的 德的E我们算出来了 我们看 在德的E已知的情况下 我们能不能做出它的玩具图 就是 在德的E算出来了 怎么算的 我们后面再说 就是德的E我们现在已经算出来了 德的E已知了 能不能来做出它的玩具图来 对于左边那根柱子来说 那么下面是固定端 上面是角质端 角质端呢 有一个水平位移德的E 那么就和这个呢 应该是 收力应该是一样的 变形也是一样的 固定端 这边角质端 角质端也发生了位移德的E 那么 它的内力图 和这个杆的内力图 应该是完全相同的 我们看 德的E已知了 怎么画它的玩具图 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 这个形长数 一端固定 一端角质的梁 角质端发生单位位移的时候 它的玩具图呢 可以查表 或者说我们已经记下来了 形长数 一端固定 一端角质 角质端发生一个单位位移 那么弯具图 L分之三I 这弯具值 L分之三I 再看它 这个地方位移呢 不是E 是德的E 是德的E 那么在 现台原体系 这个前提下 我们现在讲的都是 现台原体系 现台原体系 这个前提下 力和位移 是成比例的 那么德的E呢 是E的德的E倍 所以它的弯具值呢 当然也是 这种情况下 引起的弯具值的德的E倍 就是 它的弯具图 可以借助它来画出来 当然前提是 德的E是以值的前提下 再看左边这根柱子 左边柱子呢 上面有外力 外力呢 这个 这个杆的上端呢 还有一个水平位移 那么它的内力呢 应该和它应该是一样的 变形位移 它和这个柱子 都是一样的 那么制作移动 可以看作是一种外部作用 那么这个上面的外部作用呢 就是既有力 又有制作位移 那么两种外部作用 那么这两种外部作用 引起来的内力呢 当然我们可以分解开 就是外力作用下 引起来的内力 加上呢 制作位移引起来的内力 就是它俩的内力相加 应该等于 它的内力 而这两种情况的内力呢 我们可以借助 这个形长数和宰长数 宰长数的概念 可以获得 右边这个 当然和这个是一样的了 就是 只要令这个 把它的弯曲图 数标乘以灯的一 就是这个杆的弯曲图了 那么它呢 相当于是这个 宰长数 一段固定 一段角质 中间集中力作用 那么固定端处的弯曲值呢 是十六分之三 LPL 那么它的弯曲图就画出来了 有了它的弯曲图 有了它的弯曲图相加 那就得到了这个AB杆 就是左边这个杆的弯曲图 也就是说 只要我们求出了得的一 只要求出了得的一 那么借助 这个形长数和宰长数 我们就可以画出来 这个结构的弯曲图 也就是说呢 我们内力计算的关键 是求 这个节点处的位移 得的一 只要你得的一求出来了 我们就可以画出 它的内力图 下面我们就来讨论 怎么样来求得的一 怎么样来算得的一 那么算得的一的 这个基本思想呢 和前面讲的 立法的基本思想是 基本上是一样的 下面我们来讨论 怎么样求这个得的一 在这个加核载之前 我们呢 先在这个地点处呢 加一个水平量杆 在加核载之前 加核载之前呢 加一个水平量杆 加了水平量杆以后 那么这个点呢 就是不能运动的点了 不能发生位移了 这个两个点都不能发生位移了 那么加了杆以后呢 对这个柱子来讲 就相当于是一端固定 一端角枝的量 一端固定端角枝的 单跨量 那么不计轴向变形 这点水平也不动 这加了这杆以后呢 这点水平也不动 所以这个柱子呢 也相当于是一端固定 一端角枝的量 而水平杆当然里面 只有轴力了 也相当于二厘杆 那么这个结构呢 我们就说是一个会算的 历法是把多余约束取掉 变成金的结构 化成一个会求解的结构 唯一法呢 我们是在上面 其他约束 变成一个会求解的结构 你可能会说 这个怎么就是会求解的呢 刚才说了 你加了量杆以后呢 这两根杆件都变成了单跨超应量量 而单跨超应量量在外核载 和制作发生位移的情况下呢 它的内力图呢 我们是可以通过查表获得的 就是单跨超应量量在制作移动 或者是外核载作用 所引起的内力 我们是可以呢 查表 查这个形长数和载长数表来获得 所以呢 这个我们可以看成是一个会算的体系 然后我们上面加力 你加力了以后 这个点没有位移 它就和原结构就不一样了 这个体系是经过改造了的 它就和原结构呢 是不一样的 那么什么地方不一样呢 原结构在柱端处是有位移得的一的 现在呢 你这个地方加了质杆以后呢 这没有水平位移了 就从位移的角度来说 是不一样的 从数据情况来说 从数据角度来说 你原来在地点处呢 并没有水平方向的力的作用 没有水平力的作用 那么你这个加了质杆以后呢 在外力作用下呢 这里面就会产生一个反力 当然对于我们这个情况来说 反力应该是向左的 当然我们也给它画成向右 当然得的反力只是差一个符号的问题啊 里边会产生反力 这个反力呢 原来没有的 现在有了 这个呢是 我们改造以后这个体系呢 和原结构的差别 我们就找到了 然后下一步 销出差别 在立法里边是怎么样 销出差别的呢 是利用这个变形条件 就是你解除约束那点的位移 基本体系上啊 解除约束那点的位移 应该和原结构的位移一致 通过这个变形条件呢 我们就消除了这个基本体系和原结构的差别了 那么在位移法里边 我们也要消除这个差别 你原来是有位移的 你现在它呢 现在没有位移 那我就让它发生位移 我令这个枝杆呢 向右边移动 令这个枝杆向右边移动 那么移动的符号呢 我们可以画一个这样的符号 表示呢 令这个枝杆呢 沿着这个方向呢 移动 那你随着枝杆的移动 那么这个枝杆里边的反力呢 也在发生变化 随着你这个枝杆的移动 这里边反力呢 也在发生变化 如果变化的过程当中发现 这个枝杆反力是零了 枝杆反力是零了 那么你想一想 这使得这个枝杆里移动的距离 应该是多大 就是 我们让这个枝杆 令它移动 随着枝杆的移动 枝杆的反力呢 也在发生变化 当枝杆的反力 V零了的时候 你现在这个枝杆的移动的距离 应该是多少 明显啊 应该是德的一 就是应该发生的V1 德的一 应该发生的V1 是德的一 也就是说 你现在V125是德的一的话 V1的德的一的话 你这个枝杆就不起作用了 这边不起作用了 这边里边反力 当然就是零了 那么这个过程呢 我们管它叫 放松约束 通过放松约束呢 消除和圆结构的差别 那么放松约束的时候 你像这个枝杆移动的多少的时候呢 它有一个标志 就是说 你这枝杆不起作用了的时候 你这V1正好是德的一 那么 我们就可以写出来一个 条件 如果这个枝杆的V1是德的一的话 就是枝杆移动 和圆结构这点V1要一致了的话 这个F1呢 枝杆中的力呢 应该是等于零的 F1等于零 我们就得到这样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呢 就是消除 它和圆结构的差别的一个条件 也就是这个条件 如果成立的话 它俩可以画等号的 原来V1正是德的一 如果F1等于零了 你这块的V1也是德的一 就可以画等号的 那么后面的计算 我们就可以围绕着这个来算 围绕着这个来算 它俩可以画等号的 在这个条件下 那么这个体系 上面有外力作用 还有呢 这个直作移动 直作发生移动 直作位移 有外力作用 有直作移动 那么它们呢 都是属于外部作用 属于外部联合作用 外核载作用 还有直作发生位移的作用 我们可以给它分开 可以分开 就是直作位移的引起的 外力引起来的 直作不动的时候 外力引起来的 这个耳朵的力 我们用F1P表示 直作不动 外力引起来的 这个直作反力 F1P 制作发生移动 得的1 制作中产生了反例 我们用F1E表示 制作发生单位 发生位移得的1的时候 引起的反例 F1E表示 那么这个F1E就应该等于 F1P加上F1E 带进去 应该是等于0的 F1E等于F1E加F1P 是等于0的 由于得的1位置 由于得的1位置 这有点像立法那地方 这个你那个X1 立法的基本位置量 X1位置 我们先求呢X1等于1的时候的 那个位移 这个类似 得的1位置 我们先令它等于1 求出来这位位移是1的时候的力 制作发生单位位移 制作发生单位移 制作中的力 是K1E 然后乘以得的1 那么F1E应该等于K1E 乘以得的1 带进去 走到一个方程 K1E得的1 加F1P等于0 就包含 这个基本位置量的 一个方程 只要求出了K1E和F1P 我们就能求出得的1 只要求出K1E F1P 解方程 可以解出来得的1 我们这个目标就 就完成 就实现了 我们现在目标就是 怎么样求GDME 那刚才我们说了 只要这得的1要是求出来了 利用形长数和载长数 我们就可以画出来弯具图 现在我们就是要解这个方程 来求得的1 下面我们要求K1E F1P 那么K1E呢 是制作发生一个 已知的单位位移 制作中产生的K1E这个力 要求这个力 你要求这个力 我们需要用平衡条件来求 求这个力 利用平衡条件 那么利用平衡条件 那么需要用截面法 把这个结构给它切开 截面上就会暴露出来内力 如果我们给它切开以后 截面上会暴露出内力 所以我们在求这个K1E和F1P的时候 或者在求什么之前 我们首先要把它的内力先算出来 这两种情况的内力先算出来 有了内力了以后 我们再用截面法 用格力底平衡来算 F1P和K1E 下面我们做这个求内力 先看这个 那么对于右边这根柱子来说 刚才说过了 就是我们加了这个水平链杆以后 这个相当于是一端固定 一端角枝的一个梁 那么制作发生单位移动 那么这个呢 它的弯击图呢 就和一端固定一端角枝梁的那个载长数 形长数 是一样的 或者说就可以利用形长数 画出来这个弯击图 一端固定一端角枝 角枝端发生单位移 单位线位移 那么弯击图呢 是指线 这个固定端处的弯击值呢 是L分之三i 那么左边也同样 你这儿的位移是1 这个杆呢 是没有身长数短的 那么这个点的位移呢 当然也是1 所以这边的弯击图呢 也是弯击值是L分之三i 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弯击图 是利用这个形长数表 画出来的 利用形长数画出来的 这个弯击图呢 叫M1图 也叫单位弯击图 也叫单位弯击图 做这个弯击图 我们把这个系数求完了再做这个 现在有了弯击图了 现在要求K1 我们取一个几面 把这两个柱子切断 取出上面来 作为隔离体 取上面作为隔离体 那么根据弯击图 我们可以得到 这个简历应该是正的简历 杆轴 转向弯击图 曲线 是顺势转过去的 所以呢 这两个简历呢 都是正的 正的简历 其中K1呢 也有个方向 在位移法里边呢 我们这样规定 F1P F1E K1 就是质卡中的力的正向 都是于 你这个支柱移动的方向一致 说为正 就是 质卡中的反例 你加的约束中的反例 也叫伏加约束 伏加约束中的反例 是于 你这个约束 伏加这个约束 移动的方向来定的 一致就是正的 我这里面画的都是正的 因为在求解之前 这个德的一呢 大小位置 方向也是位置的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 比较简单啊 大小不知道 但是方向你能判断出来 一定是向右的 如果换一个体系 或者是你上面 再加点别的核载 再加点别的力 你假如这边 再加一个向左的一个力 那么这点的水平位移方向 你就判断不出来了 那么我们叫假设方向 这个方向 我们实际上是假设的 假设方向以后 那么这些反例的正向呢 就确定了 和方向一致是正的 列水平通用方程 可以求出来 K1是L方分之6I L方分之6I K1 何在单独作用 引起来的弯迪图 右边这个杆 有没有弯迪图 这边是固定端 这边是脚趾端 两端也没有位移 杆中间也没有外立 这个杆会不会发生 弯迪变形 会不会发生弯迪变形 有没有弯迪变形 有没有 没有 那么这个杆是没有弯迪图的 这个杆是没有弯迪图的 没有弯迪图当然也就是没有简历了 没有弯迪当然也就没有简历了 这个水平杆当然是 上面没外立 两端脚接直杆 里边是没有弯迪图的 也没有简历 只有轴历 再看这个杆 下面是固定端 上面是脚趾端 这杆不动 这个极点水平也不动 水平没有位移 所以这个杆的弯迪图呢 就和一端固定 一端脚趾的单跨梁 中间集中力作用下引起来的那个弯迪图 也就是那个载常数 固定端处的弯迪值是16分之3LPL 载常数 弯迪图有了 和刚才一样 我们切开 切开 取上面作为隔离体 截面法切开 把上面取出来作为隔离体 隔离体取出来 取出来以后呢 那么有隔离体的平衡 可以求说FEP 这个柱子的上段的简离值 是16分之5LPL 这个呢 是载常数 是需要记住的 这个方向呢 当然你可以由这个画的弯迪图来定 来确定 你可能记住这个值 16分之5 这个力的方向 你可以通过这个弯迪图来定 弯迪图呢 赶着 转向弯迪图是逆时转过去的 所以这个简离呢 是负的 或者这样想也可以 你这个力呢 往右边推 往右边推 如果切开以后呢 对上面来说 也是有个向右边推的力 所以这个力的方向 一定是向右 那么如果从这个载常数的表来看呢 是 是这样的 十六分之五 IPL 这个力的箭头呢 应该是向左 那么如果我们切开以后 给它切开 我们现在这个截面呢 我们这个截面 相当于是呢 这个截面里面的简历 那么切开以后呢 你对于算面来说 这边呢 是向左的 是十六分之五 这边呢 就应该是向右的 十六分之五 这样是一个 传递关系 我画的是这个币 应该是向右 十六分之五 由水平特种方程 求出来 这个F1P 是负的十六分之五 F1P 把它们都带到方程里面去 求解 可以得到得尔的一 那么得尔的一呢 是九十六 I分之五倍的 LPL平方 就把得尔的一 就算出来了 也就是算出来了 这个LPL 这个F1P作用下 引起来的 这个柱端的 地点的水平位移 应该是这么大 得的结果为正 得的结果为正 那就是说 我们设的这个方向 是正确的 实际的方向 应该是向右的 如果是得的结果而复的 那么节点的位移方向 就和假式的方向 正好相反 由他的正文号 决定在实际的位移的方向 这一点也和前面 讲的例法是类似的 但你解出来 都因为是X1 如果是正的 那么力的方向 就和你假定的方向一致的 如果得到X1是负的 那么力的方向 就和假式的方向就相反 这一点是完全相同的 我们再来看 有了X1以后 我们怎么样画它的弯具图呢 有了X1了 下面呢 画弯具图 还用没有我刚才所说的 利用载长数表 形长数表 把这两个柱子拿出来 再像刚才讲的那样来画的呢 实际上没有必要了 因为现在这个已经有了 在这个条件下 原结构和它 变形相同 位移也相同 受力也相同 内力也一样 内力也一样 都一样的 它俩可以换短号的 它呢又等于 它加上它 它呢又等于 它乘以德的1 所以呢 它的原结构的弯具图 和它的弯具图相同 而它的弯具图 应该等于这个弯具图 加上这个弯具图 乘以德的1 就借助我们前面已经 在求解德的1的工程当中 用到的这些弯具图 就可以得到原结构弯具图 这一点呢 也是和力法一样的 在力法里边 当我们把那个力法的 基本位置量 多余约素求出来以后 我们并不需要 把这个多余位置力 加在基本结构上 加在力法基本结构上 加在那个禁令结构上 再用禁令结构的 计算方法 来画它的内力图 是没有必要的了 因为我们在 中间几例过程当中 已经画出来了 单位弯具图和核载弯具图 叠加一下就可以了 这一点呢 是完全相同的 就是最终的弯具图 是单位弯具图 竖标乘以德的1 然后再加上 核载作用下引起的弯具图 MP图 就是最终弯具图了 加的时候呢 也和力法那个地方加 这完全一样的 加杆两端的 比如像右端 这边没有 那么最终的弯具图呢 就应该是这个 乘以德的1 L分之3I 乘以德的1 应该是三十二分之五 LPL 上面是0 弯具图形状和它一样的 这个是0 左端它和它甲 它加上这个弯具图 乘以德的1 这个弯具图呢 就和这边算的是一样的 三十二分之五 而这个是十六分之三 它俩加一下 都在左侧 它俩加一下 十六分之三 加上三十二分之五 应该是三十二分之十一 LPL 然后连以直线 下面再叠加一个 简直量在中间一个集中力 引起来的那个弯具图 这个弯具图呢 应该是四分之一 LPL 叠加法 画弯具图 这样呢 我们就把它的内力图 就求出来了 这就是微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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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切 是微乙法 是一切 也就是微乙法 在这一切 是一切 什么时候 就像一样的一切 就像一样的一切